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您可以共享您的屏幕或直播您的游戏内容,使用外部音频和视频硬件,管理高级制作方案,例如使用多个摄像头和麦克风,遵循以下步骤,开始您的首次直播。 1. 启用直播功能,首次启用直播功能,最长可能需要等待20次。各小时,启用该功能后,您的视频流立即就能上线,了解如何启用直播功能。 2. 安装编码器,编码器可以将您的内容转换为,可在YouTube上直播的数字格式。有些编码器是安装在您的计算机上的软件应用,有些则是独立的硬件。 以下是YouTube直播认证计划认可的编码器。这些产品均非YouTube出评,因此请务必进行全面评估,以找出最适合您货柜商家的产品。 软件编码器,Open Broadcaster Software,这是一款适用于视频录制和直播的免费开源软件。 Stage 10,这是一款操作简单的Web应用,及直播制作工作室和控制室的功能于一体,让您可以更轻松地在社交媒体上播送节目。 帮您把YouTube页面转变成一个社交电视频道。 Dreamlabs OBS, Windows, iOS, Android。 Dreamlabs OBS是面向直播者的一流广播软件。 这是一款免费的开源软件,集合了一些强大的功能,有助于推动您的频道发展壮大,与观看者互动和实现获利。 Split Broadcaster, Windows,有免费版本,颠覆性的音频、视频混合应用,可助您实现专业水准的直播和视频录制效果。 Split Gamma Caster, Windows,有免费版本,最简单的方法。 只需轻轻一点,即可直播并录制最精彩的游戏瞬间。 分享游戏过程的完美之选。 Wirecast, Windows, Mac,易于使用,屡获殊容的直播和制作软件。 只需点击一下按钮,即可添加摄像头,直播屏幕截图、标题、图片等。 然后只需点击并拖动即可调整位置和大小。 直接流逝传输到YouTube或任何RTMP目标,与YouTube API配合使用,让您无需离开应用即可管理。 创建和安排直播活动或直播自己的直播频道。 硬件编码器、AirServer、Windows、Mac将您的移动设备或计算机屏幕以镜像的方式输出到YouTube上。 Elgato Game Capture HD60、Windows、Mac、录制并直播、Xbox、PlayStation或VU游戏过程、Epiphan Webcaster XR、任何HDMI设备。 通过这款小巧的硬件编码器,您可以利用自己的HDMI摄像机、混音器、控制台或其他设备进行专业水准的直播。 请连接您的USB摄像头,以实现实时切换和画中画功能。 Livu Solo,一种视频编码设备,可提供单处式无线直播功能。 Sling Studio,业内首个便携式无线多摄像头广播平台。 具备监控、录制、镜头切换、编辑和像YouTube无线传输高清直播视频的功能。 TerraDick Video Pro,随时随地使用任意HDMI摄像机。 切换台或视频源直播广播集内容。 移动编码器。 Air Server,Windows,Mac将移动设备的屏幕以镜像的方式输出到YouTube上。 Streamlabs OBS,Windows,iOS,Android基于OBS构建,并且融入了Streamlabs的提醒。 微键、打赏和面部马赛克,还有数千种免费主题和叠加层等功能。 Wirecast Go,iOS,可从iOS App Store免费下载。 通过您的iPhone轻松制作专业级的直播内容,并将其流逝传输到YouTube。 切换镜头,一次在最多三个图层上添加照片和图片等。 实现出色的移动制作效果。 实时查看YouTube评论和聊天内容,并与观众互动。 直接在应用内预定、创建和管理您的YouTube直播活动。 从免费版升级后,可以流逝传输到任何RTMP目标。 三、连接到硬件。 如果您使用额外的硬件,例如摄像头、麦克风或耳机,请连接好它们,并确保它们已经正确设置。 能够与您的编码器搭配使用。 根据您的直播内容,您可能会使用不同的硬件。 一些典型视例如下,游戏和休闲内容、直播活动。 许多直播者会使用外部麦克风、摄像头和头戴式耳机。 游戏直播者还可能会使用其他工具,例如绿幕、专业直播。 高级直播设备可包括多个麦克风和摄像头、混音器和硬件编码器。 四、连接编码器并开始直播。 要开始直播,请将YouTube直播的服务器网址和直播码输入到编码器中。 如果您使用了音频和视频硬件,请将其设置好,以便与编码器搭配使用。 首先,创建编码器直播,进入YouTube工作室。 在右上角,点击开始直播图标,以打开直播控制式。 在直播标签页中,点击新建直播。 或者,如果您有想复制的过往直播,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该直播。 然后点击重用设置,修改您的直播,然后点击保存。 如果您已加入YouTube合作伙伴计划,就可以通过直播获利。 了解详情,接下来将您的直播与编码器关联,然后即可开始直播。 在您的编码器直播设置中,如果您看到流逝传输到YouTube的选项,请选择该选项。 如果没有,请从YouTube复制直播网址,并将其粘贴到编码器直播设置的服务器部分中。 这可能会显示为RTMP服务器。 从YouTube复制直播码,并将其粘贴到编码器直播设置的直播码部分中。 设置编码器,然后开始直播,在直播控制室中,等待直播预览出现,然后点击开始直播。 要结束直播,请点击结束直播,并停止从编码器中发送内容。 系统会自动归档所有不到12小时的直播。 您可以在YouTube工作室信息中心内的直播标签页下,查看已经结束,正在进行和即将开始的直播。 了解详情,注意,要查看和启动以前预定的直播。 请选择管理标签,使用立即直播和直播活动。 将提取设置中的YouTube入口点,复制到您的编码器中。 视频流名称视频流在YouTube服务器上的识别名称。 主服务器网址YouTube从其中提取视频流的主服务器,备用服务器网址YouTube从其中提取视频流的备用服务器。 建议您同时将视频流传输至备用服务器,但无需这样做,也可以开始直播。 请注意,您需要双倍上行带宽,因为同时输出两个视频流。 因此,请确保您有足够的网络带宽。 备用视频流,最好使用完全独立的实体编码器。 使用YouTube推荐的编码,设置来配置编码器。 配置音频和视频源,开始编码,对于立即直播。 您通过编码器启动直播后,直播就会自动开始。 您关停编码器后,直播将会停止,对于在预定时间进行的直播活动。 请不要忘了在YouTube上启动该直播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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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